913林彪出逃事件 对于迷失在文化大革命的血腥暴力 红色洗脑和领袖崇拜的疯狂一代人来说 是一场晴天霹雳 也打碎了文革的神权正旨 最近在北京举行的91340周年文史研讨会上 揭开了913事件背后的重重政治谜团 一起来看报道 1971年9月13号 林彪携家属和亲疗乘坐机 从山海关机场星夜强行起飞 后在蒙古温多尔汉击毁人亡 这一事件被毛泽东定性为党内的第十次路线斗争 并盖上了叛国的大帽子 结果牵连了军内十几万人 连带他们的家属共诸连了几十万人 资深媒体人高宇指出 913事件本身是中共高层的政治事件 它的影响力和震撼力之大 堪比美国911恐怖袭击 1958年 毛泽东已以孤行推行三面红旗 大型浮夸风 三年后造成3000多万人被饿死 是中国史乃至世界史上绝无仅有的大灾祸 1966年 毛泽东变本加厉 再度发动文化大革命 将中华民族卷入灾难深重的十年浩劫之中 当时林彪的儿子林立国等军队高参 秘密成立调查小组 开始了对文化大革命的调查 这一调查结果就是当时轰动一时的571工程纪要 就他们四个人和王菲知道这个 就是这么五个人 这个五个人呢 他们对在对文化大革命的调查和分析了解讨论 逐渐得出来的结论 就说中国问题要解决 中国要结束文革 因为当时这个动乱 他们都看到了对部队建设的破坏 对国际民生的破坏 他们就是认为呢 只有解决毛泽东的问题 所以这个是确有歧视的 后来571工程纪要被列入林彪的罪行律 让全国公开声讨 不过毛泽东没有想到 公开571工程纪要反而让民众开始了真正的反思 很多人从这个571工程里才得到了 对毛泽东认识的那种启蒙 对文化大革命 当年全国人不管是挂黑帮的 挂黑帮牌子的走资派还是被打倒的 都得拥护文革呀 而且那种愚民教育 那个每天早请示晚辉报全国唱雨露歌 说谁敢对毛泽东有怀疑呀 但是这个571工程实际上一个是思想启蒙 对毛泽东罪行对文革罪行的这样一个启蒙 所以他这个作用呢 现在来看呢 571工程呢 并不是一个反革命性质的纲领 反而是有进步意义的一种思想启蒙 高瑜表示 与林彪一样 下场悲惨的中共领导人还有刘少奇 周恩来 彭德怀等数不尽数 高瑜认为 中共领导人不能善终的根源 就是共党的独裁性质所决定的 他说 如果这个党不改邪归正 那只有法西斯化 毛泽东呢 是一个也是和斯大林一样的凶惨的暴君 所以只要对他有意见 或者是政见不一致的领导人 都成了贺鲁小夫 所以都要揪出来被打倒 现在中国这个党的性质呢 是一个从极左翼的农民革命党 已经演化为极右翼的官僚专制专政党 高瑜认为 邓小平对毛泽东最大的错误是 定了两个反革命集团 林彪反革命集团和四人帮反革命集团 这个本身就是歪曲历史 掩盖历史真相 而且继续愚民 新唐人记者李运 许民博尼采访报道